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柯文哲闭案现在火烧陈佩琪吗 陈佩琪 黄珊珊被发现 11月4号去找凡喜前律师 那简雷今天再度以证人身份 约谈陈佩琪 而且有律师陪同 那家都啊后 陈佩琪应该早就收到传票了吧 事先准备 但是找凡喜前律师 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方面喊冤 说存这个ATM是理财 来源是薪资 演讲父母的钱等等 那干嘛找凡喜前律师呢 而且陈佩琪还是证人身份 照实讲就好啊 需要带律师吗 陈佩琪不打自招 担心成被告吗 尤其橘子潜逃海外 成为柯文哲严压的理由之一 那陈佩琪怎么不联络橘子 赶快回来啊 还是橘子在海外负责洗钱吗 还有儿子这个柯富瑶 有没有角色呢 柯文哲夫妇 会不会害三名子女 也被拖下水呢 另外北剑 昨天也首度约谈蔡壁如 约谈五个小时后请回 蔡壁如收朱雅虎的成型信号 联络开会等推进容积率 背后有没有金流呢 阿伯身边女人 下一个会是约谈黄生生吗 北剑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顶月提出抗告 台北地院耕裁之后 依然是裁准扣押 沈庆竟还能翘二郎腿音讯吗 另外川普强势回归 重新入主白宫 台美中三方关系 到底会如何变化 最新局势发展 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瑜 中将大家好 还有桃云市员于北城将军 中将好大家好 律师李玉生 中将好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将好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市员吕家凯 中将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人Grace吴静怡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将好大家好 金华城闭案的减年 今天二度传唤 陈沛琪道案说明 经过三点五小时 讯后请回 来先讲清皇 这时间看起来很快 那今天我们看到 陈沛琪好像有律师陪同 到底今天陈沛琪 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对这个 只能用很不寻常 这四个字来形容 那为什么用很不寻常 这四个字呢 好先告诉大家 今天陈沛琪等于到廉政署 他去应讯的时候 他是证人的身份 但他是证人的身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画面上 有没有哪个地方 看起来怪怪的啦 你看陈沛琪今天去的时候 旁边多了两个人 然后呢 等于说他不是自己去哦 那多了两个人 如果是民众党派人陪他 好像也还好 但是呢 这个今天呢 有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就说这两位呢 看起来应该是律师 而且其中一位呢 这个经过林冠林比对说 认为这应该是 拉斐尔法律事务所的律师 王律师 那所以呢 这件事情 让大家觉得不寻常 而且很不寻常的原因 就是因为陈沛琪 证人的身份 为什么要带律师去 你是去作证的啊 你如实以述就好了 如实以告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找律师去 而且这律师呢 又这么刚好的 就是前两天传出来说 这个陈沛琪跟黄珊珊 到了这个国内 我们讲说是 凡喜前的老师的 老师的事务所去 就是这个拉斐尔事务所 兴起人大律师 所以呢 大家觉得说有这么巧哦 就刚好陈沛琪去作证 然后呢 你是证人的身份 然后你又带着律师去 不但带律师去 第三个很不寻常的是什么呢 是今天大家也发现说 你看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也告诉你 今天还有个很特别的 是负责侦办 金华丞案的检察官 江长志去了 而且今天媒体 有take到那个画面 就是江长志到 从这个北检 然后到这个连政署去的画面 所以等于他进连政署去 诶 仲强 到目前为止 本案处理的方式 应该是在连政署 讯问完了之后 再送到北检去赴讯 然后呢 竟然有北检的检察官 直接到连政署去 而且消息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 大家认为说 是江长志检察官去 结果后来呢 媒体再发出来讯息 这个负责本案的检察官 还有位林俊妍检察官也去了 所以等于两位检察官 两位陈佩琪的律师 都在连政署 照政长程序 应该要移送北检赴讯才对 对不对 对 那等于检察官都直接去连政署了 那让这个陈佩琪 很快问完 然后就离开 重点不是很快问完 他问了两个半小时 他问了两个半小时离开 所以大家在判断 因为今天同时 为什么我又很不寻常 除了刚刚以上 我讲了三点之外 今天很不寻常是 因为今天上午提讯 沈庆金跟孕小薇 所以提讯沈庆金跟孕小薇 那你去注意一件事 陈佩琪是几点到的 陈佩琪是9点到的 然后北检的两位检察官 这个江长治检察官 被拍到画面的时间 是9点50分进连政署的时间 所以大家认为说 是不是因为在提讯 沈庆金跟孕小薇的时候 他们两个讲了什么 所以这两位检察官 要到连政署去 赶快去跟沈佩琪 比对完证词了之后 再回去问沈庆金跟孕小薇 等于说在这个时间点 等于说相互交叉 比对你们的证词 就能够发现其中有没有破绽 所以中江里面呢 让大家觉得说 在金流的部分 会不会在这地方 有串起来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陈佩琪 之所以会被北检看上的 那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的不寻常的ATM理财的动作嘛 而且两个不寻常的动作 一个是在我们讲的 这个在映小薇 2020年便当会这个前后 那时候陈佩琪 有ATM理财的状况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柯文哲2023年 9月底的时候 去逃租影员 建完沈庆金之后 又出现了ATM理财的状况 所以两个金流的时间点 再加上陈佩琪呢 这个前后改了四次的讲法 到最后他讲说 这个是妈妈留下来的钱 所以等于说 这些部分呢 都让大家觉得说 你里面有没有金流的可能性 所以中江这里面去对的时候 第一个大家会想到什么 今天有提讯映小薇跟沈庆金 第一个当然想到的是 映小薇的证词的部分 在2020年便当会前后 当时沈庆金如果跟映小薇之间 有金流的话 那陈佩琪又出现ATM理财 所以里面会不会有破绽 让北检在调查说 这个部分呢 应该要把沈庆金跟映小薇的证词 去跟这个陈佩琪去做个比对 比对完之后呢 就可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呢这个画面都让大家发现说 会不会是因为陈佩琪呢 这相关不寻常的状况呢 所以他才要去找这个 拉斐尔事务所的律师嘛 因为你去看有这么巧的 就这么多律师可以选择 然后呢每个律师呢 常常主打的也不一样 但陈佩琪找的两件事情就这么巧 哪两件事情 第一个这个跟洗钱有关系 第二个跟虚拟货币有关系 你去看庆启仁律师的事务所 拉斐尔事务所介绍的时候 上面主打的 这个项目之一 包括处理婚姻的问题 包括处理虚拟货币的问题 包括处理洗钱的问题 显然陈佩琪去找 不是因为婚姻的问题嘛 他应该不是跟 他不是还拿着阿北娃娃 拿着阿北娃娃去声援柯文哲 所以一定不是跟 离婚婚姻有关的诉讼 去找亲戚人律师嘛 所以他去找的原因 看起来跟洗钱 然后跟虚拟货币 这个一定脱不了关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媒体 去披露这个独家消息说 看到黄珊珊跟陈佩琪 去庆齐人事务所的时候 有听到对驾 有听到洗钱的这些字眼出来 所以那你就想一件事嘛 陈佩琪什么样的行为 会牵扯到对驾 牵扯到洗钱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呢 这些不寻常的部分 都让大家认为说 陈佩琪跟黄珊珊 在里面 会不会有案情升高的状况 尤其陈佩琪今天去 还是证人的身份 那大家就会问一件事 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以证人的身份 到廉政署去 然后两位负责的北检的检察官 会特别需要跑到廉政署去呢 这是在本案中 其他人都没有的现象 陈佩琪今天被廉政署约谈 同时也带了反洗钱律师 我们要视讯连线 在民进党政策为止 王毅川来穿歌 陈佩琪昨天找的那个拉菲尔 那个因为是我们台湾智库的 那他们就专门帮企业 做反洗钱教育 跟检察的一家公司 那陈佩琪在今天出庭前 为什么这两天 要特别再去找那一家的律师 收到的船票 搞不好上面有写洗钱防治法 那第二个是 记得9月的裁定书里头 在沈静晶论功行赏的时候 有不明的金流流入了 柯文哲七额的账户中 那这个流入七额账户中 会不会是跟被认定 跟洗钱有关 否则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看过 跟洗钱有关的内容跟题目 那陈佩琪今天去廉政署 如果单纯就是证人的身份 他确实是没有必要 也不能请律师 但是他今天去呢 搞不好那个律师 从头到尾也没有进到 那个被询问的这个空间里头 那因为他随时 本来应该随时 从证人有机会变成 被告 但是今天没有变成被告 所以他是做好了防备 那他今天出来之后 一直强调说 他家没有不明的金流 显然今天去到那里 从头到尾都在问钱 那第二个 但除了问他户头之外 搞不好还在问柯富瑶的户头 因为柯富瑶的账户 职上的支配的人 就是说 招账 招账 专金的人 搞不好再确定 是不是陈佩奇 因为陈佩奇都可以 帮柯富瑶在台湾处理 公司的业务 那陈佩奇有没有 在处理柯富瑶的账户 里头的钱 那因为柯富瑶现在都还在 本案的这个身份上 都还没有明确 那所以搞不好也在问 柯富瑶的 这一个账户里头的 陈貝奇知不知情 跟陈貝奇有没有关系 所以他今天陈貝奇出来 强调说 他们家没有不明的知情 那除了科文哲之外 那他们家当然现在 从这个9月的裁定书里头 唯一出现的是儿子 妻儿嘛 就是他的儿子 那如果简单讲了 这个妻儿的儿子的是科富瑶 那就是科富瑶 台湾的这一个账户 是不是有被发现什么疫情的事情 需要陈貝奇出来解释 那如果陈貝奇都说没有不明 那就代表这来源很清楚了 可是这样对得起来吗 那因为今天是请回 有可能下一次如果再约谈的话 有可能变被告吗 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 也还有这个北检的检察官 到廉政署去询问陈貝奇 因为一般来讲 是要移送北检附讯结果却没有 今天陪他去的 是专门在做洗钱防治的律师 那一家顾问公司 他就是一家专门帮企业 进行所谓的洗钱防治的教育 跟洗钱防治的检查 的一家公司 所以而且黄珊珊也去了 显然黄珊珊对洗钱这件事情 并不是他的专长嗯所以他需要有人来协助 陈貝奇那而且非常奇怪的是 为什么就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一定是他的传票上面出现了跟洗钱有关的地方 因为传票上面不会写的很复杂 传票上面就写说你违反了什么法 然后你是传票说你是刑事犯罪的这一个证人 或者是刑事犯罪的被告嘛 那如果单纯就是贪污治罪条例啊 实际上讲那个贪污治罪条例 不会陈貝奇自己也不会联想到 跟洗钱有关 那他就没有今天出门的时候 跟他一起去的是 做洗钱防治者这一个专家 那他今天被请为 这个廉政署也算礼遇他 因为就让他从车到坐着 坐着他们的这个车就离开了 那陈貝奇今天到北检的 到这个廉政署的态度 各位注意看他的动作 他是手插口袋 陈貝奇很少手插口袋 他是如果我来形容一个 如果导师形容学生 那就屌尔铃铛 因为陈貝奇老实讲 简单说就是你的钱哪里来吗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的现金呢 那是不是跟这个 审刑印小温那边有关系呢 再来找反洗钱律师 就很奇怪啊 因为你的钱不就是 你之前所说的 什么首尾钱 然后柯文哲的 什么演讲的通告费 还有薪资等等 那找反洗钱律师来 不就觉得很奇怪吗 Grace怎么看 今天还特别有检察官 还要去这个廉政署 所以感觉上 是给陈貝奇特别的礼遇吗 我要讲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检察这个系统 对于柯文哲都特别优待 连他夫人都优待 大家来看 不管是民众党的任何人 或柯文哲幕僚 任何相关的人 到底流程都什么 有一些人有去检联 联政署去征询 之后不都会再跑到北检去吗 对 去服训 就夫人不用 这个忽然间有一条龙服务 居然是检察官跑去征询 快速训问服务 三小时半就出来了 那请问一下 那其他人都搞一整天是什么意思 对 但是以上我只是帮民众反映 不代表我个人的这个严正的立场 对啦 也许检察官要赶快回去北检那边 因为他们今天有提训 其他人神经他孕小威 对因为我怕北检觉得我意见太多找我 其实没有 我只是这个民众 如果北检约谈Grace的话 一定要先让那些检联先问 然后后来再复训到地检署 不要不要我不需要这样很体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 我只是提出一件一般人的感官 对 那我要讲 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看到 上礼拜其实这几天 就不管是朱雅虎 那个还有李文忠 他们都有被这个提训 而且时间非常的长 那1500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被这个检掉 有相关的市政或口供给收拢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精准的位置 就在市长室 之前呢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市长室并不是一个所谓这么容易进出的单独区域 为什么 因为他外面都做了秘书 秘书之后 他有茶水间 会议室等等 也就是说 如果在市长室进行这个交易 通常一定有经过柯文哲精密的设计 才能够把钱拿进来这里 因为经过的人太多 好 那因为我们来看到1500 显然应该就是一个有市政的事实 原因是什么呢 柯文哲的坐在外面的秘书 也就是大家 这个检掉这两天有约谈的 所谓这个郭威尧 我之前都讲成郭书尧 还不是 郭威尧跟董敬业 这两位其实是非常非常niche的核心幕僚 这两位幕僚平常对外面是非常的低调 因为他们是公务员的身份 可是他们掌控了柯文哲最重要的所有行程 我讲的所有的意思 其实也包含了举止出入的行程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大家有看到检掉为什么去约了董敬业 显然嘛 就是要确认11月1号的那一天 你知不知道柯文哲有跟人家约了 还是你们不知道 这两个差很多 对 那现在就是知道 如果说市长是成了一个收费的地点 1500万现金 不管是不是1500万或是少一点 假设1000万好了 因为他前面不是在动工典里也有给钱 这么多的现金 在进了柯文哲的办公室之后 那柯文哲会想 天啊我这个钱要怎么放 放在办公室吗 还说拿回家给陈佩琪吗 或是分一点给陈佩琪 帮忙去ADM去存钱吗 也就是说重点在于 我们现在都要讨论如何的收费 但是钱收进来之后 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么多现金 我告诉大家 有没有机会分批处理 是有的 大家要知道柯文哲的储藏室在哪里 在哪里 柯文哲的储藏室 其实就在市长室的后面在后面 市长室的后面 其实是一般首长 他们都有休息 比如说有冠衣的这个洗澡的地方 跟简单的卧铺 在这个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储藏室 那那个储藏空间基本上 一般人无法进去了 因为你要进入市长室 再进入市长的房间很困难 只有柯文哲本人可以 另外他会不会把 不管是多少钱的金额 放在这里 再分批的拿给所谓的陈佩琪 那陈佩琪呢 他会不会是因为先生给他钱的关系 他就是进行了ATM的存款数 忙着去ATM存 对 然后去很多个地点 然后我们现在再回来讲 陈佩琪今天去到那里 你会发现他的态度跟之前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整个民众党到现在 也就是说应该说到中午以前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明 这其实跟民众党以前长期惯性的膝盖反应 其实不太一样 包含他提前去见了律师 是不是在做这部分的工房 我认为陈佩琪今天可以这么快的出来 最重要的重点 他会不会就直接跟先生做切割 是不是就直接承认 是先生给我的一笔现金 但我不知道那个现金从哪里来 那如果他承认了这一些所谓的不明现金 都是柯文哲给他的 那他很可能在现阶段 他有可能是洗钱的部分 但是就没有跟所谓金华城收费挂钩 原因大家来看 那检掉很多的调查资料 内容里面都有提到这些金流 有留到他的子女账户 我认为陈佩琪今天前几天 特别有去找律师的原因 是想要保护孩子 保护孩子 他必须去想说我要怎么说 才不会延伸到我的家人 更何况现在社会舆论都说 现在有钱在外面 海外的共犯 大家知道海外的共犯 目前橘子被定掉的 就是洗钱跟政治现金 那我们来讲 如果海外的共犯不是橘子 是他的子女那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今天陈佩琪 只去了三小时多的时间 有可能已经跟柯文哲的本案 去进行切割 OK好 所以这个三点五小时 就能够迅后请回 是这样子吗 陈佩琪因为之前去找了 凡喜钱律师 让外界高度的好奇 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我要请教律师 就今天这个陈佩琪 他的配置 证人身份需要带到律师吗 而且是非常知名的 凡喜钱律师事务所 到底他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三点五小时之后就请回 到底又代表什么意义 目前看起来陈佩琪 因为我们知道说柯文哲 他有收受1500万的现金 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而且这个1500万之后 跑到哪边去 我们也看到之前说 有一些证据显示说 陈佩琪呢 他拿这个现金到这个 用ATM这样一直存钱进去 所以目前看得出来说 到底这个柯文哲 收受的贿赂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有透过 陈佩琪的手上 然后把这个钱 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 目前检掉 就是要查这些事情 所以陈佩琪 目前有可能会涉嫌的 就是说 如果他只是单纯把钱洗白 可能会有这个洗钱的问题 或者是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 而且如果他知道说 这个钱是柯文哲 所收受的 金华城的对价的话 那么甚至可能 他就会成为 收贿罪的共犯了 所以目前检掉 要来调查这件事情 那他说钱 他不是有存到 三名子女的账户 是 他有讲 那他小孩会不会 会被连带拖下水 目前就是要了解说 太太 有没有可能帮他变成是 ATM理财数的样子 商贩的样子 豪宅的样子嘛 橘子到底帮他变成什么样子 拿去海外嘛 所以这三个人彼此之间 搞不好真的都不知道 你们三个在帮柯文哲处理什么 最重要的是谁知道 柯文哲一格